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话都很难听的 但后来发现是海外的一个号 你弄得也没脾气 没有办法交流 您是在北京吗 我在上海 哦 在上海啊 你这个号码 应该归属地检设就是上海吧 是吧 对不起 我还没看到归属地 那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职业不保密吧 我是公司职员 这个都不重要 我不想牵扯到 你是什么样的公司职员 是核酸检测公司的职员吗 还是 你为什么会认为我是核酸检测的 因为因为最近有一些 这个IP号啊 或者手机号显示是上海的朋友 对我谈关于呢 上海疫情的问题 有些批评意见 所以我以为 您就是这方面的一点 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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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管 我只说莫言 您是 哦 谈莫言老师啊 您是莫言老师的什么人吗 我不是他的什么人 我从高中读莫言 我大学读莫言 我身边所有的同学 我们都读莫言 我是文学系的 我们的老师的教授 对我们所有的教育 都没有说 我们的文学 需要为我们的政治去做服务 要去赞颂政治 这一点的话 我们先首先做一个立场 昨天有个 昨天有个负担 讲中国的不好的话 那或者说 没有去美化中国人 他就是在做恶好吗 您看国外的 国外的那些作家 他们也是一样的 他们本身的问题 姑娘你别着急 慢慢说 我问一下 昨天有一个 昨天有一个 说是 您听我说 昨天有一个 我今天只说莫言 只说今天 因为我只有今天才看到了 就这么点 咱就是顺势好不好 你把你那些什么 国外攻击你 什么什么脑腺爱国粉 什么的 没有关系 我非常的热爱我的国家 我在上海 然后昨天 您听我说句话好吗 您这个语速太快 昨天那个复旦 有个文学院的学生打电话 跟您是一个人的 你昨天打电话了 对不对 我先说不是 我是今天才认识你 好吗 好好好 您讲 您讲 您的意思是说 您说我什么地方说的错了 还是你要表达一个什么观点 要批评我 我不是批评你 你先看到你的公众号 你现在方便的话 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 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我现在手机跟你通话的时候 也不方便打开 你现在要说什么 你简短一点好不好 你可以切换的 你是可以切换的 如果你想 你这样 你就简短一点 跟我说 您说要批评我什么东西 您说 OK 司马 司马南频道 这个号码 这个账号是您的吧 是我的 在5月23号凌晨 晚上23点03 是您发的吧 司马南莫言 我有一种偏见 陈奕先生 陈奕益 对吧 这是您写的对吧 然后咱们再往下去翻去看 号诋毁领袖 贬低民族抹黑祖国 辱骂人民 跪前 西方而获奖 然后我们所有的评论的来源 全部全部都是 一个一个方向倒的 就是往您那个言论里面去倒的 你说这话是我说的 还是由网友留言这样说的 您说的 当然是您说的 我不会说这种话吧 对 姑娘您看的是什么 您从哪里看到的 我断不会说这种话 如果这么说话 肯定不是我呀 那您打 我说我都说让你打开账号了 你不打开 你不愿意打开 我打开哪个账号 我也不可能说过这种话 这不是我的 这不是我的行为习惯 也不是我的表达方式 更不是我本心的意思 我对莫言先生有必要的尊重 我知道 我不会那么讲话 但是你的舆论导向 你们公众号下面 你是说我讲了那样的话 还是说我的舆论导向 你的舆论导向 然后你的话 你当然 因为你是非常优秀的 一位社会评论者 谢谢你表扬我 你知道怎么样把这个言辞给圆论起来 才能够不被批评 然后不被别人直接抓到你的把柄 但是你会制造社会舆论 是吧 那不然的话 你上面的那些人是干嘛呢 你们也并没有对那些 你们影响到的人 进行正确的引导 对吧 我听懂了 您的意思是说 有网友呢 说莫言的时候 他说的那些话 您听不下去 您认为这个舆论 是我引导的结果 所以我应当对这个负责任 对吗 我再重新跟您说一下吧 您讲的话 就是让别人揪不出来你的毛病 或者说 不是像他们那么露果 但是您的导向如此 然后您的导向呢 圈了一群的粉 是跟您同样一个想法的人 就是说 你也认为我讲的话 你找毛病没找着 但是呢 你找到一些网友对莫言的批评 然后你认为是我的 你找不到毛病的话 出了毛病 所以导致了这个结果 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样的 你也没有必要这样的一个对话了 对吧 那你 行 我明白这个意思 你还有别的意思吗 我当然有 我想问 您为什么会认为 莫言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您觉得是在对祖国 这个把祖国这个人民丑化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您不要把您的理解加在我头上 我没说过这样的话 我只是对莫言的这种呢 只揭露不歌颂的文学观 我有一点呢 不理解 然后我引用呢 文艺评论家 陈仙义的话 请他们两个就这个问题展开一个讨论 你知道我只是个退休老头 我没有文学素养 我只是对这个问题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还不是很理解 莫言先生毕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有崇高的威望 所以他的话 我是没有明确的直接的执评意见的 我想跟您说 他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 2012年那个时候 已经是在我读他文学 读了很久的时间了 并不是说因为他得了诺贝尔 我们才会去喜欢他 跟这毫无关系 我理解 就你喜欢不喜欢和他得不得奖没关系 我理解 那就说明你是真心喜欢他的 这一点的话 我也不是喜欢他 我也不是他的粉丝 是我读过很多的书 读过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 我看到的大家的一致的这个通病 不是 一致的这个共同的语言 共同想要表达的思想 国内也好 国外也好 这都是一样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您非要揪着莫言先生 然后由这个观点 然后打击出来 你也可以说 整个中国或整个世界 他的一个文学作品 为什么他们是不是赞颂 而说揭露 我不是只说莫言 我说过很多现象 我每天节目当中设计很多问题 比方说 我对武汉的著名作家方方也有过一些批评 我对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张康康女士 也有过一些批评 我对这个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的 就是那个著名的女作家的导师 严连科也有一些批评 所以我请你注意 我不是只对莫言先生有过一些评论 相比之下 我对莫言先生的评论倒是最客气的 因为莫言先生毕竟在包括您在内的读者心目当中有崇高的威望 我请您理解 咱不是说崇高的威望 只不过是因为他说出来了别人不敢说的话 他也维持了一种叫什么 我能不能向您请教一下 莫言说出了什么别人不敢说出的话 好 那我也说您现在整个的一个影响力 那您知道什么样的人在跟您跟风吗 那您对这个跟风的状况的话 有没有一定的责任呢 如果说您看到下面的粉丝的留言 如果说你待会儿咱俩电话结束之后 你方便的话 你那个下面所有的留言评论 你一致一致的去读完 然后你看看你带来了这个 这个导向究竟是什么样的 是否是您想要的 如果真的像您今天说的这样的 您是一个中立的 您是一个对吧 也是对这个文学保有这个尊重的 那您看到这个评论之后 您会对您的这个读者和粉丝 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吗 或者说您会从 小王小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说即便是呢 我不做这期节目 我对莫言先生的文学观呢 不提出这样的批评 其实呢留言这些人 他会也有同样的看法 只不过呢 这东西没有表现出来 或者没有把留言写在 我这个节目的后边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当然有这种可能性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声讨司马南 认为司马南说错了什么东西呢 你用别人的行为 你知道在法律上 说那些话 谁说的话谁负责任 也就是说有行为主体的问题 我并非是那些话的行为主体 因此你把那些话 如果你判定那些话 说的是不对的 但是你把它归之为 归因为司马南有错误 您觉得会不会 对司马南这个老头 有点冤枉啊 对您说的很对 但是咱也知道 观点他往往的话 分为两类 要么是这一类 要么是那一类 但是并不是说 每个人都会去站队 您说是吧 当然有一个有权威 然后一个 每次都是炫养着爱国主义 以这样的一个文化 来去塑造自己的这个形象的时候 当您说这样的话 因为我看了您很多这个评论 包括你的一节 给他的今天发表的 那个小学生的这个课本的等等的 我觉得您说的还是非常对的 非常中肯的 您在您的形象这块 是有正义之光的 我本来是以为你批评我 现在我已经带有正义之光了 我再请您思考一个问题 比方说那些呢 您认为说话不得体的人 讲的那些话 如果呢 这些人只受司马南一个人影响 我觉得你的说法也许是有道理的 我需要认真的思考 但是你想那些说话的人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在网上除了看司马南 也许看司马东 司马北 包括看您的东西 那他们形成这个认识之后 你把他们在众多的因素影响之下 所形成的一个看法表达出来 归之为只受司马南影响 你觉得这个在数学上 是不是属于对多元函数值缺少必要的理解 你学中文 你知道多元函数值的概念吗 好 我明白 你说的特别对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样子 只不过借助您的平台 好 你是X1 X2 一直到XN 我不够是X1 你懂吗 都是存在的 这个多元函数值 我想问一下 何种情况下 这个概率居然百分百的一致 然后所有的这种恶言的评论 全部都来到您的评论区下面 那是否跟这个这个管控有关 评论管控有关 或者说您确定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看了之后 这词有意思 默言 然后说恶言评论 全部都来到我的这个下边 对啊 全中国的你所说的恶言评论 我不知道有多少数量级怎么划分 然后你又怎么断定 如何证明它是全部都来到了我的下边 姑娘你这个应该学一些理工科 这逻辑上说的不周延 你把我这个地球老头说的太可怕了 我拿了那么大本事 把天下所有的这默言先生的恶言评论 全部都弄到我的下边 姑娘我告诉你 不仅我做不到 今天这互联网时代啊 马斯克可能也很难做到 所以我不能接受您的批评啊 尊敬的司马先生 有句话不得不说 您走过的路确实比 您走过的桥 确实比我走过路比较多一点 然后您会扣我的字眼 但是您也知道 不是您来批评我 您总得让我听进去吧 但是您批评的第一 您批评的人不是我 第二你证明那些人错了 理由不充分 第三你证明那些人错的 原因在我 然后呢 你的选言之又不全 你知道选言之是形式逻辑上的 一个重要概念 所以我问你学什么的 你这个应该学一些理工科 学一些形式逻辑 否则的话 你批评别人 你不是说你批评我 你批评任何人 人家也不接受的 我提最后一个问题问您 好您请讲 第一你的这个角色在这里 对吧 你的影响力也在这里 是吧 哎哎 你可以你可以说 不赞扬这个 没有这个赞扬这块 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是你不能一棒的去打击完 这个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表扬莫言吗 规挟到一种这种文学的流派里面 或者说文学的风格里面也OK 但是你最终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导向了吗 那这句话您能重复一下吗 您这个质问是说什么 就是呃就比如说 嗯 莫言他不是说 他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那为什么为什么文学不能用来歌颂人民 歌颂祖国 歌颂党 歌颂社会主义 歌颂那些拥有现身捐躯的英烈呢 为什么不行呢 您既然赞同他的观点 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能歌颂社会主义 为什么不能歌颂先烈 为什么不能歌颂中国共产党 歌颂社会主义祖国 歌颂母亲 歌颂爱情 歌颂美好的新生活 为什么不 对您说的很对 但是又为什么不能是揭露和展示呢 对吧 谁说过不能揭露呀 他说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只能揭露黑暗 莫言先生这个说法 难道是很公平很公平很完整 无可挑剔的吗 难道我们不能跟莫言先生 这个文学观提出一点质疑吗 其实我在节目当中 远没有说到这么尖锐 倒是您呢 替莫言先生来做一些解释性的工作 我觉得您解释的理由好像不是很坚定 对您说的您说的没错 因为我也 你是心里边有犹豫吗 你是心里有了矛盾 您觉得话也不太好说 您是陷入一种逻辑上的混乱 还是你觉得这个时候在组织语言有一点技术难度 这并不是我究竟的点 我说了很多次了 我究竟的点是在你岛上的那些人 您看您还是要我对网上其他人的言论负责任 我不能对其他人负责任 姑娘您这样好不好 在这个社会上呀 司马南没有必要把社会上的所有的意见 在我这地方做一个均衡的处理 正态的分布 您完全可以发表呢 您认为合适的观点 这样整个社会舆论不就平衡了吗 网络是这样的 张三说张三的 李四说李四的 网五说网我的 公说公的 李婆说婆的李 于是社会上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的舆论状态 你要求司马南一个人把所有的意思 全部都在自己的节目当中 和自己的节目的最后的留言当中体现出来 您不觉得您对司马南的要求有些过高吗 事实上我也做不到 我也照顾不到 你一定没有想过一个70岁的老头 他其实精力很有限的 您不能要我做那么多的事情 那些事情应该是有关方面去做的 或者由您来完成的 比方说我问你 如果我是莫言的另外一个粉丝 我说我是莫言的铁粉 你作为莫言的从高中就读莫言作品的人 你声讨司马南 可是你又为司马南老师做了什么 你在网上接了工作号了吗 你为什么没有影响力 你为什么没有旗帜鲜明的 汉为莫言老师的文学官 如果有人这么问 你怎么回答呀 你是不是会觉得 这事还真是不是司马南的责任 而是包括你在内的 其他那些热爱莫言老师 支持莫言老师文学官的人的责任 你觉得呢 我想说哈 所有的支持 它不在于一定要在公众上去发表言论 去做这个声明才OK 我在我日常的行为当中 我影响我身边的人 我身边的朋友 我的工作 我的客户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善行 第一点我告诉你清楚了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知道我刚刚说那些东西的话 我想表达的 你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的 没办法接纳的 你没有清楚的表达你的观点 你只是要我对我根本就不应该负责任的网上的其他人的评论负责任 这我负不了啊 闺女 你不能把这么大责任都放到我头上来 我又不是网络主管部门 你要我对网络的整个的舆论的平衡性负责任 我怎么能够平衡呢 我在我的一亩三分地上说我想说的话 你在你的一亩三分地上说你想说的话 我在北京说活动话 你在上海说弄堂话 这不就正常了吗 你干嘛为什么要把你的标准作为我的标准 要你来格式化司马南呢 那我想问你 你凭什么获得了一种格式化司马南 居高临下指导司马南的责任 你在复旦读过文学系你就了不得了吗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呀 这样会不会冒犯你呀 我不会居高临下来指导您去做 那你凭什么就认为复旦的人有资格 指导我这个黑龙江商学院毕业的学生 我们那个学校 我不是昨天联系您那个复旦大学的 我也没有居高临下的 昨天你就在说呀 昨天就是复旦的复旦文学系的 我们的复旦人非常崇拜 但是复旦人居高临下这不行 我还是北大中文系的孔庆东和张宇武呢 北大也不见得很差呀 复旦凭什么就获得居高临下的机会 我怎么就不懂呢 第三我在说的很清楚 我不是说我是莫言的粉丝 我是说整个中国整个世界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小数的行为和言行 这个是事实 什么叫少数的行为和言行 你说莫言是世界上少数的行为和言行吗 还是说 对于莫言先生提出批评 只是世界上少数的行为和言行 我问你安娜卡雷尼娜 红 我问你 安娜卡雷尼娜 算不算 安娜卡雷尼娜 算不算 这是我们小时候喜欢的作品 您对安娜卡雷尼娜 什么有什么词的呀 你顺不愿 算不算揭露一种社会黑暗 算不算 是不是揭露社会黑暗的东西 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再回归到红楼梦 它的表面是一种繁华 但是它背后是不是在揭露一种 这种社会的一个 往下走的一个下坡路 对吧 我们在说很多小说里面 它都在揭露着很多的黑暗 不管社会的黑暗 也还是人性的黑暗 它是一种这样的一个现象 它不是只有莫言一个人 这是我刚刚想说的 首先我不是莫言的粉丝 我只是读过他的书而已 你反复说你是莫言的粉丝 又说自己不是莫言的粉丝 我没有说文学作品 不应当揭露黑暗 我只是针对莫言先生说的 文学永远不是唱葬歌的工具 永远不能用来歌颂 不能用来 那我认为当然不对呀 可是你知道 我并没有反对文学作品的揭露作用 文学作品 首先是要认识社会 认识社会 就应当揭示黑暗 应当揭示社会的本来面目 但是不应该排除歌颂 总有真善美啊 你把歌词真善美的放到一边 只一味的揭露 你说这正常吗 丫头 我不知道您是否看过他的书 他书中也 我太看过了 但是莫言的书 我告诉你啊 超级难读 我因为他得了文奖之后呢 我特别认真的买了一套书 回来放到厕所里读 真的读不下去 真的非常费力 所以呢 我也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能够喜欢莫言的书 并且读起来之后 甘之若鱼 这种阅读习惯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怎么能够才能达到 你们复旦中文系的那种阅读水平 喜欢莫言的作品呢 你现在还在一直认为 我是昨天跟你联系的人 我昨天已经跟你说了 我不是 如果我是我就会坦然的 那你是哪个大学中文系的 应该能够打电话对峙 并不是说我是一个 爱逃避的人 那你告诉我 你是哪个学校中文系的 我难道我 我说我不是 我就一定要告诉你 我是哪里的吗 您跟我对话 您说报个家门 这不是很必要的 很自然的 正常的礼貌吗 我都告诉你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你是谁 然后你过来还要教导我 知道我 规劝我 格式化我 我只问了你是哪个大学的 因为昨天有个同样的人 那爆脾气 我是没直接接到 我说他是复杂大学中文系的 然后说我们一个普通退学老头 连文学的边都不知道 有什么资格评论莫言先生 中国好不容易有个莫言先生 为国争光 然后呢 中国人却这样的 迪士莫言先生 这是中国人自己 对自己的伟大作品 包括我的 我的节目当中用的文曲星 他就是文曲星 所以你知道 在你这个电话之前的 这样的一种背景的陈述 我心里是不舒服的 我不是问莫言先生 得了那本奖 他就凌驾于中国 现在的著名作家之上 你觉得莫言的作品 一定比现在中国那些 杰出的作家更优秀吗 你知道不知道 最近的艺术研究院 评出了 延安文艺作团会讲话之后的 摆布经典作品 里面没有莫言 而且就此我也做了一期节目 也欢迎您批评指争 爆棚咒语有 太阳照在三杆河上有 路遥也有 但是没有莫言 你能告诉我 据你的分析 这是为什么吗 评判的标准不一样吗 就像你刚刚说的 对吧 他们只是在 他们没有去赞颂 他们也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呀 也揭露了旧社会的残酷啊 展示了社会的巨大的变化呀 但是你觉得他为什么没有选进去呢 您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莫言 他和诺贝尔奖的标准 很可能和这个艺术研究院的 这种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标准不太一样 你注意到我在节目当中 也是沿着这样一个思路来分析的 就是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 这个80年前讲的那个原则 就是战斗人民大众的立场上 来写的作品 这和呢 站在精英的少数的人的立场上 写作品的不一样 因为标准不同 所以评出来的作品就不一样 我不知道这个理解 您认为对不对 我认为您说的是对的 对你看简也说了 谢谢 你看咱俩很有共识嘛 咱俩很有共识嘛 我这个黑龙江商学院毕业的这么一个 这个本科生和你的复旦文学院 我告诉你啊 你不告诉我你是哪个学校的 我就认定你是昨天那个复旦大学文学院的 无所谓 咱俩还是有共识的呀 对 你看也说是标准不同 对吧 因为标准不同 所以产生的结果不同 所以要非要说 哎 为什么这摆布文学作品中没有他 然后就调起这个说法 我现在不想去维护我莫言 我们只回归到另外一个问题 你本来是来维护莫言的 现在到这不维护莫言 莫言老师会有想法的 你还是接着刚开始你提出的问题吧 你认为我在节目当中 对莫言先生的批评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能不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我在这有事了 我要要要拉 要现在那个催我下去做核酸 你一会儿点撤了 你能不能快点姑娘 我也许我表达能力 肯定是没有那么强 也没办法把我直接核心的思想 表达出来 但是我的话也是一个 我的出发 出发点也是非常善良的 非常真实 我相信 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简单一点说行吗 你的中心思想是 第一点 你现在承认不承认 第一点 具备社会影响力的人 我们胡说有很多老太太 都说我有一定社会影响力了 但是隔壁王奶奶说谦虚 别觉得自己怎么着了 她认为我所谓社会影响力 不是我的社会影响力 而是改善了一个网络时代 她认为呢 我在我们街道呢 就会理论股里边 我的水平不是高的 而是低的 所以关于影响力的问题 你可以表扬我 但是别让别的老太太听见 我觉得你很厉害 姑娘 你从给莫言老师做辩护 批评我 变成 你现在这么表扬我 我不太适应 你这样让我那个 冰火两重天呀 丫头 你现在要开始启动 表扬司马南模式了吗 然后我们往下说哈 你说你的中心思想 你认为我批评莫言老师 哪个哪段话 哪个意思是不对的 好不好 就说我 你别拿别人的错误 要我来承担责任 你可以把你的话 圆得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好 但是你没办法去否认 你现在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以及每天都要去更新的一些 这个视频言论 下面导向的话 是清一色的 您可以打开 您下面的这个文章看一看 您说别人在我的留言后边 说了什么东西 网络上大家对莫言老师 有什么批评 你这个丫头 怎么老是要我负责任呢 我不能负这个责任 比方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个芳芳 其实比我还大一岁 这个芳芳姐 她在中国文学界有一个影响 她的文字其实很漂亮的 但是芳芳的文艺理论 芳芳的创作导向 我也有些批评 你知道对芳芳的那些评论 网上的 比对莫言老师的评论 那厉害多了 所以呢 人家芳芳的粉丝 就没有说责任在司马南 所以在这方面 我认为 你作为莫言老师的粉丝 也应该和芳芳老师的粉丝 互相沟通一下 也就是说 我不谦虚的说 你啊 对于莫言老师的这个捍卫啊 还不如芳芳的粉丝 对芳芳老师的捍卫 我毫不谦虚的来说 你是非常擅长 把这个话题换到另外一个话题 然后把自己看得非常的高傲 把别人看得一文不值 把我们 没有没有 你怎么能一文不值呢 我再三跟你说了 孩子啊 你年轻 你是大名 你是名校中文系的 您过来批评我们 但是你自己拐弯 拐到了启动 对司马南的歌颂模式 我说我不适应 你就直接老当说 司马南批评莫言 错在什么地方就完了 你不能说个一二三吗 难道我说你是具备营养力 就是夸你的吗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个陈数据 它不是个价值判断 这个问题用不着评论 你打电话 然后三发五次的 就是为了证明司马南有影响力 你的影响力给下面带来 因为你有影响力 影响力后面就是什么 后面就是影响力 那你看看你下面 影响力后边有影响力 你让我反应一会儿 你这话的意思是说 前一个影响力 包括了后一个影响力 还是后一个影响力 是放大了的影响力 你的意思是说 这种影响之间 有种共振效应 还是怎么回事 我没反应过来 你再讲一下 我真的好无语 我怎么觉得 像这么太智慧的人的话 他反而所有的事情 都往自己身上圆 从来听不进别人的声音 你的声音 你始终没有讲清楚 司马南你要批评的 他对莫言先生的这种评论 到底错在什么地方 你兜了好大一个圈子 先是论证 别人的责任是司马南责任 别人的评论是司马南的评论 然后你又论证 司马南的影响力很大 现在呢 我要你讲清楚 你打电话的初衷 我发的短信当中 说得很明确 利用无知爱国 利用无知爱国 谁是说司马南利用无知爱国 你说你看你言论 我们看到这一批的话 是所有的一边倒 而且是非常的无知的 这种留言 那你 我能不能对你提一个小要求 当你作为一个网友 给我打电话 我接了你的电话 你对其他的网友 最好不要采取一种攻击的态度 凭什么别人就是无知的 凭什么别人的评论就是无脑的 你的说法就是有脑的有知的吗 你站在什么位置上 对其他的人 有这样提高临下的点评 你凭什么认为别人无知 你凭什么别人是这个 爱国是无脑的 你凭什么 你根据什么 你依据什么 你是谁 别人爱国怎么就无脑 无脑怎么 怎么叫爱国就无脑 那爱国难道不是一种本能吗 难道爱国不是一种 一个人崇高的感情吗 你爱国不爱国 你有脑爱国 有脑在什么地方 你把它讲清楚好不好呀 真的是 我们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吧 你认为我对孟严先生的评论有什么错误 我一直说的是 你说司马南 而不是说网络上其他人的言论 我对其他人的言论不能负责任 你告诉我 我对孟严的批评错在什么地方 一二三好不好 我得下去做核酸了 我是北京的 我是东城的 每天做核酸 我们北京今天社会面清零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上海有些人在清零的问题上动摇了 所以导致上海这么的疫情 外溢到全国二十八个省市 我对这事有过一点批评 也有个别的上海的朋友 他们打电话说些难听的话 我希望你不是 我希望你只是讲墨言 而不是讲核酸 我只是封了74天 从来没有遇过任何规矩的一个人 你跟我说这些东西没有用呀 你不能把别人对你的评论 这个评论 还有这个攻击 一股脑放在我身上 谢谢你 放出其他的声音 就是无脑爱国 而您是有脑爱国 我这个总结对不对 也就是说 说到现在 你对我对孟严先生的评论当中 到底有什么错误 你没有说出一二三来 你是脑子没想清楚 还是你根本就没有这么想过 只是认为你可以呢 以大学文学系的高材生的身份 上海居民的身份 居高临下的指导一下 北京胡同的斯曼文 首先我一开始 我并没有说我一定是哪个学校 或者说我是来 你说你大学文学系的 上了你的大学文学系 你还没说过 昨天说了多半天了 也许昨天那个人不是你 但是我不喜欢别人 带着一个帽子来 居高临下 我呀 我骨子里有一种东西 我对那种居高临下的家伙 从来就有一种呢 不够尊重 尽管你年轻 但是你这种表现出来的 居高临下的架势 你凭什么说人无脑爱国呀 你凭什么认为 莫言的粉丝就高于 这个周立波的粉丝啊 凭什么呀 难道你听说过一个词吗 叫做五无第二文无第一啊 也就是说 你说你的人家说人家的 你爱你的莫言 我爱我的周立波 我爱我的赵树李 我爱我的陆瑶 你认为这有什么差别吗 我就想说 通过一篇视频就直接说乱 诋毁领袖 贬低民族 抹黑祖国 辱骂人民 迎合跪舔西方 而获奖 这样的言辞 在你下面这个评论中 以致性的往这个方向去导 这个的话 感觉就是 如果说你能允许听到另外一种声音 那你就听到 不允许的话 那也没关系 然后没必要往别人身上贴标签 没有一个人要聚告了一下 我上门的话 我也没有报出来 我是哪个学校 以及我是一定是哪个属地的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两个标签 跟我有任何的关系 这一点是客观的 公明你的记忆力 我怀疑有问题 你要吃一点增强记忆力的药 什么脑袋筋之类的 你说了你是上海的 你说了你是读大学的 你说了你高二的时候 就是莫言的粉丝 你说了你是大学文学系的 你说你这还不叫暴露属地 和暴露你自己的身份 然后你用叫醒的口气 只是你后来转而对我的这种 这种的表扬 我不太适应 因为我对别人批评惯了 我始终追问的问题 只有一个那就是说 我对莫言先生的评论当中 你认为有什么问题 你始终不肯说这个关键问题 你老都是圈绕 你认为网上其他人的评论 网上那莫言评论的不均衡性 是由于司马南的导向造成的 司马先生 你是不是在从来的沟通 都一定要自己赢啊 对吧 我们刚开始 为什么说到我这个标签 你刚刚贴这个标签 是你一直在问 我当时有说吗 我当时一定要说了吗 我只想以一个个体的这样的身份 没有任何标签去跟你沟通 但是你要 我问您不是很正常吗 打电话来 我问你是谁 我问你姓什么 你拒绝告诉我 我问你做什么工作 你拒绝告诉我 但是呢 你告诉了一些 非中心性的信息 上海的 你是上海的 你是文学的 你是大学的 你是莫言的 粉丝 这是你告诉的信息 你以为我听不懂吗 我告诉你 我这个年纪的人 记忆力很差了 但是你给我都准确的信息 我还是判断清楚的 我就觉得你上了就冤枉我 你非得把网上 其他人说的话 说成是我的话 假如我说我 我评论莫言老师 有什么错 你始终不肯说出来 你这不急死人吗 我去做话 算了 我不跟你说了 你就喜欢贴标签 带着标签跟别人沟通 是你把我们这个网上 跟你一见不一致的人 说成是无脑爱国 姑娘 是你贴标签 你的标签思维 建立在对别人的 不尊重的基础之上 建立在你对莫言的 崇拜的基础之上 这是不公正的 谢谢大家